大家好 歡迎來到解密工作室 我是譚如X 一間位於尖沙咀的大人連鎖卡拉OK 在接近清晨時分 突然被幾個兇徒投炸汽油彈 一瞬間 三層高的卡拉OK變成人間煉獄 原本充滿笑聲和歌聲的K房 變成只有慘叫聲 最後 17 個職員和顧客 慘死在這場大火裡 而這 17 個人無辜慘死的原因 原來 只是因為兩個活躍在尖沙咀的幫派少少磨擦 這宗案件就是香港史上最嚴重的縱火謀殺案 保拉行卡拉OK縱火案 我們就看看這些古惑仔 如何因為他們的自大、貪婪和自私而養成大瘋 看看他們放火後又如何逃離香港 以至警方時至今日 還未能將所有涉案人士全部緝拿歸案 也了解一下當中涉案的社團大哥入獄後 如何與其他極度重犯組成殺人幫和同瘋 以三大賊王之一的桂炳雄為首的大圈幫對抗 這宗案件是發生在尖沙咀保拉行的托溫新一代卡拉OK的 在 1997年 托溫這家卡拉OK可以說是全港其中一家最大型的連鎖卡拉OK 而尖沙咀保拉行這家分店 更加他們數一數以大 佔地三層 所以是當時一眾潮人的最腳地 在 1997 年 1 月 24 日 這一天是星期五來的 可能由於第二天是星期六 所以當晚 保拉行這家卡拉OK生意可以說很好 到了 25 日凌晨3點多4點左右 托溫仍有80個顧客在搶歌喝酒 到了凌晨4點 接待了兩個女職員 本來都以為沒什麼新客人 正當準備休息之際 突然聞到一陣電油味道 然後就出現了幾個標形大漢 當這兩個女職員打算上前招呼他們之際 這幾個大漢竟然突然向他們扔出汽油彈 然後就發足狂奔 一瞬間 整個接待處變成火海 兩個女職員也被大火包圍著 由於卡拉OK是有大量隔音棉 地下又鋪上了地毯 隔音棉和地毯都很易燃 所以火勢是迅速蔓延 甚至可以說是一塊不可收拾 當時被大火包圍著的兩個女職員 就不停地打叫救命 救命 而隔音棉除了令火勢迅速蔓延之外 亦令卡拉OK房內的客人完全聽不到外面的動靜 再加上卡拉OK的音量一般都很大 以及當時很多客人都喝了酒 所以在火警開始的時候 即使外面的職員大叫火燭 大部分客人都聽不到 甚至完全不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 繼續高歌 直到過了一會後 龍燕開始有門檻逼入房間 這些客人才圓夢初醒 知道外面應該起火了 但即使是這樣 在當時有部分客人看到這個情況之後 不知道是不是認為事情不太嚴重 又或者認為外面的職員會處理好 所以這些客人聞到龍燕之後 都沒有立即逃生 而繼續留在房間裡 當然這些人只是佔少數 大部分客人都是選擇逃生 因為托曼卡拉OK的房間都是沒有窗 所以龍燕可以說是有入沒有出 當時有不少人已經呼吸困難 但這群想逃生的人他們推門出去時發現 火勢經完地下的地毯 迷營到整條走廊、牆壁、房門口 他們可以說是完全被大火包圍 在當時有人想要衝出去找滅火筒救火 但當時死者根本沒有救火設備 即使幸好被他們找到 這些滅火筒也是用不到 又或者滅火效果不是很好 相信應該是這些滅火筒已經過了其一段時間 也就是說他們當刻只可以靠自己衝出火場 但當時現場就好像人間煉獄一樣 火越燒越猛 溫度越來越高 空氣中的氧氣越來越稀薄 逃生的人活動能力都越來越低 四周都傳來救命聲 有人大叫救命啊 怎麼辦 也有人很絕望地呼喊 好熱啊 我不想死啊 在剛剛大火開始的時候 他們還可以勉強知道他的路是怎樣走的 但莫不單行的就是 在大火幾分鐘之後 全場的招命設備突然伏一聲 全部食滅 原來在短短幾分鐘之內 當時大火的托文卡拉OK已經被消自停電了 所以這群逃生的顧客和職員是要摸一下逃生的 大家可想而知 在這麼惡劣的環境 最漆黑一片 是他這麼絕望和無助 托文卡拉OK佔地三層 分別是二樓到四樓 而入口就在地面 面對著保拉罕 客人進來的時候就要經過地面的入口進去 然後再上樓梯去到二樓的接待處 也就是起火的地點 當時被困在布拉罕托文的顧客大約有80人 職員就有20個 合共被困的人數就大約100人 當時 這100個逃生的人只有兩條路 一就是由入口離開 二就是經後樓梯離開 但兩條路似乎都不太可行 一個入口處就是起火位置 那裡火勢最嚴重 基本上沒有什麼可能在那裡離開 二就是由後樓梯離開 但後樓梯就是沒有灑水系統 雖然後樓梯還沒有火 但後樓梯溫度極高 不要說要經這裡離開 甚至連多留一秒都覺得難受 那麼在這麼惡劣的環境之下 這100個人的命運將會是怎樣呢 在起火之後 很快就有人報警了 警察和消防員和救護員接觸不久後 就去到保拉罕託找這間卡拉OK救火 消防員到場7分鐘後 已經將這場大火升為三級大火了 消防員兵分兩路 一部分在正門關救 另一方面 就是架起雲體從空中救起被困的人士 最後 整場大火出動了100個消防員 97個救護員 用了約1個小時左右 即凌晨5點 才將大火撲息 並救出所有被困人士 而起火二樓的走廊和不同K房的位置 就已經有15個面部已經被分開的傷者 在送往醫院之前已經證實死亡 除此之外 亦有多個不同程度的傷者經救護車送院 或者支行到醫院接受治療 在事件發生幾天後 再有2個傷者離世 最後 這場人為的大火 造成17人死亡 死者年紀介乎16至42歲 當中3人是卡拉OK工作的女員工 其餘14個人都是前來消遣的客人 值得一提的是 事件中最年輕的2個死者 就是一對16歲的表姐妹 這對表姐和表妹都是來自破碎家庭 同樣都是中一傳學 兩個人情同親子妹經常出傷入隊 但可惜 兩個人都在事件中慘死 結束了短暫的人生 說回大火之後的情況 雖然大火被破釋之後 社會大眾仍然是未知道 這場大火是由幾個大汗投射汽油彈導致 但基於現場的環境很不尋常 例如火腺蔓延得很迅速 以及都在現場找到有汽油成份的玻璃瓶 所以消防署基本上可以肯定 這場大火是認爲的 除了大火之後 就立即到現場巡視的 食飲港督彭定康得知之後 就立即要求警方盡快破案 首先 警方初步調查的方向 就隨社團方面著手調查 因為眾所周知 尖沙咀是極多娛樂場所 是康慕中人必爭之地 雖然經常有大大小小的衝突 少則吹雞講素 大則開拖劈油 據了解 寶拉罕這條街 當時是屬於新議案的勢力範圍 但托文新一代卡拉OK的體場和泊車 就不是由新議案負責 又是另一個社團和姓和負責 也是這樣 托文卡拉OK雖然只是開了兩年 但這兩邊的勢力已經發生過無數次衝突 再加上這場大火心狠手辣的程度 也是像是幫派人士所做 因為用上汽油彈 而且放火位置就是卡拉OK唯一出入口 下手的人似乎要趕盡殺絕 於是警方便調查這幾天 寶拉罕有沒有什麼怪事發生 警方發現原來寶拉罕 托文卡拉OK38歲的負責人 在大火前兩天 就曾牽涉一宗毆彈傷人案 所以警方認為大火極有可能和這宗案件有關 所以便很快便涉入謀殺和縱火 將他拘捕並帶回警傳文化 接著下來我們便看看到底這個負責人 是否真的和事件有關 如果是的話 他是為何要燒回自己店 警方拘捕卡拉OK負責人之後 由他口中得知 原來在四天前 一個低屬社團新議案的小頭目阿菲 和他的年輕人 最好的上帝 曾經去到卡拉OK鬧事 當晚阿菲和上帝 在卡拉OK裏調棄他們的女職員 這個女職員便向駐場經理投訴 而經理便警告阿菲和上帝 不要搞事 但阿菲當時竟然反指 我喜歡 關你什麼事 經理見到他們沒有什麼離開的意欲之後 於是便找來看場的保安 也就是另一社團和聖網的打手出馬 當時看場是人多勢眾 阿菲他們只有兩個人 但不知道阿菲是看得古惑仔電影多 好勇鬥狠 還是在手下上帝面前下不了台 見到看場那麼多人之後 阿菲都沒有道歉離開 沒有什麼協償 反而是挑釁中看場 最後 結果當然是打起來了 阿菲和上帝好不好打就不得而知 但對著人多勢眾的看場 阿菲和上帝兩個人便被看場打得像豬頭一樣 而且還被人綁起來 被看場在他們身上搜出身份證 然後拍下了 而根據警方資料顯示 卡拉OK負責人所說的並不是假的 因為俗稱狗仔隊 負責監視黑幫活動的刑事情報科CIB 在食日之前已經收到情報 說上帝這個狗畫仔 會去到保立行Top1卡拉OK裡面踩場 只是調戲女士仍然搞事 所以CIB就在當日 一早在保立行其中一棟大廈 進行高空監視 也拍下了上帝確實當日是開車去到保立行 基於這件事 警方相信大火就不關經理事 很有可能就是上帝和阿菲為了報復而策劃 所以在這一刻 警方就需要找出阿菲和上帝 和他們一班人出來問話 但警方想找阿菲和上帝的時候 就好像怎樣也找不到他們 似乎他們兩個人在示範後已經著草 問他們所屬社團的人都不知道他們去了哪裡 於是警方在現場的汽油入手調查 看看可否信藤摸瓜找出他們 政府發驗所的人員就驗出 現場汽油是來自牛頭角一間油站 於是警方便去到油站調查 在案發前後 有沒有可疑的人士來買汽油 在職員協助之下 警方發現在案發前幾個小時 阿菲果然曾經和一個男人 開車去到牛頭角這間油站 購買了10公升的汽油帶走 從案發前是卡拉OK的衝突 再加上案發前幾個小時 阿菲便去買汽油 然後就發生了這宗火警 所以基本上 警方都可以肯定 阿菲他們一夥人是和中火案有關 於是 警方就像蝦聽風環一樣 截取和阿菲一夥人有關的通話 而其中一個被截取的通話裡 有人就提到 阿菲他們一夥人 藏在將軍澳上村 一間已經棄置了 並未立得學校的廢校 於是 警方就前往這間廢校查看 果然在這間學校裡 警方發現三個男人躲在這裡 但案中關鍵人物阿菲便不是這裡 於是 警方就將這三個男人帶回警署問話 這三個被捕男子被帶回警署之後 可能知道事情的嚴重性 所以就逐一交代其他人的去向 而有了這些情報 警方在同一天 對全港不同的地方拘捕了三男三女 不過當日負責看水的兩個女孩 以及這宗中火案的關鍵人物阿菲 董姓菲 接下來 我們就看看阿菲交代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被捕後的阿菲就說 他和上帝在1月20日在托文卡拉OK被教訓之後 就感到很不服氣 離開了托文之後 阿菲就找他大哥 一個叫肥仔德的古話仔講述事件 這裡要注意一下 雖然阿菲的大哥叫肥仔德 但他全名沒有一個德字 也叫劉應達 而且雖然肥仔德的背份原比阿菲和上帝高 肥仔德已經申以安一個頗有號召力的大哥 但其實肥仔德還小過阿菲一歲 當肥仔德知道上帝和阿菲在托文被打之後 就立即吹雞了 然後就召集了一班兄弟 德和牛肉刀和水喉通這些武器 去到托文報仇 但當去到保勒行的時候 就剛巧遇上警察在附近巡查 於是他們只可以取消行動 擇日再戰 隔了一天之後 肥仔德再安排大批的手下 大同武器去到保勒行托文報仇 但這一次也是一樣 都是有警察在附近巡查 於是他們只可以再次取消行動 而這班古惑仔不知道的就是 未必真的那麼巧合 因為其實在1月20日 上帝和阿菲去到托文夜市的時候 警察的狗仔隊 即刑事情報科斯IB 已經監視著他們一舉一動 所以他們兩次行動才會失敗告終 但可能這些就是天意了 雖然警方制止了一場江湖的首殺 但就是醞釀了一場更大的事故 雖然肥仔德他們兩次複場都不成功 但他們被和勝可踩上心口這一口氣 又怎會那麼容易吞下來呢 如果真是那麼輕易放棄 叫他這個當紅大哥顏面何存 於是肥仔德就跟一眾手下說 把汽油彈嚇下他們 而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句 一個輕描淡寫的決定 就奪去了17條生命 以及影響了17個家庭 當肥仔德的手下聽到大哥這樣說之後 他們就開始著手準備了 到了事發當日 即25號凌晨2點左右 肥仔德就叫阿菲 和他們手下最年輕 只有20歲的陳福清 阿菲 去油站買汽油和準備汽油彈 於是阿菲和阿菲就去到牛頭角那間油站 買了大約10公斤的汽油 然後再裝進去預先準備好的玻璃瓶 進口再塞進毛巾 即是汽油彈 當一齊準備走水之後 肥仔德就把汽油彈分給這麼多人 然後就一行10人分別開了4架車 前往尖沙咀寶勒行尋售 他們除了帶了汽油彈之外 也帶了電郵和無線對講機方便對話 在凌晨4點左右 他們一行人 就去到托曼新一代卡拉OK裡面的 保拉罕分店樓下 其中一男兩女就負責在樓下霸風 其餘七個人就進去 當中包括這班人的大佬 即綽號肥仔德的柳應達 綽號上帝的蔡錦輝 綽號阿菲的董姓菲 綽號豪仔的李家豪 綽號偉成的鄭偉成 綽號阿清的陳福清 以及綽號微微的陳偉良 而他們七個人沿著樓梯去到托曼二樓的接待處 他們一邊上樓梯就一邊淋電郵 當他們去到二樓之小 就見到兩個托曼的女職員在接待處 接著就發生了影片一開始所描述的一幕 即他們一行人 扔了三個汽油彈過去 然後轉身就離開了 一瞬間整個接待處起火 一個本來被人輕鬆娛樂的地方 就瞬間變成人間連勇 經調查之後發現 當中涉案人士 就有份上樓扔汽油彈的七個社團中人 但當中只有阿菲、董姓菲 豪仔、李家豪 以及韋成鄭韋成被人拘捕了 另外四個人 即肥仔德、上帝、阿清、微微 就好像人間蒸發一樣 完全都沒有他們的消息 於是警方就只能分別發出十萬個圓童 通緝這四個在途人士 雖然發出通緝令之後 確實收到很多不同人士的舉報 但不知道是否四個在途人士 故意放封五道警方調查的方向 警方收到的消息基本上都是假的 這宗案件終於好像有點眉目了 就是警方收到一個可靠的情報 說上帝現在身處澳門 於是警方就立即通報澳門司警 要求他們幫忙幫上帝緝拿歸案 而澳門司警也相當配合 收到消息之後 就柳夜在凌晨時分派出過百名警力 在各大賭場 桑拿和夜場等地追查上帝 但相信上帝早已收到通報 在施警到達前就途子夭夭了 而這個追捕行動也一無所獲 而失敗告終 而大哥肥仔德、阿清和微微都是毫無消息的 大火十個月之後 即1997年11月 香港都回歸了中國了 深圳公安收到消息 說這場大火的始作勇者肥仔德 可能躲在福田海濱港場的單位 但為避免打草驚蛇 所以深圳公方當時也不敢貿然出擊 而暗中跟蹤這個男人 深圳公安發現這個男人就化名楊先生 楊先生行徑鬼鼠 很有警覺性 還有反偵測意識 也沒有固定的生活習慣 會在不同的出入口裡出入 出入之前也會預算張望 所以深圳公安用了一句深密調查 才可以確定就不是楊先生 而是寶拉罕卡拉OK仲火案的始作勇者肥仔德 於是在1997年12月將他拘捕之後 就現在香港警方了 將案中主謀肥仔德拘捕之後 這宗縱火謀殺案的涉案七個人 也有四個被緝拿歸案 有案犯一年半之後 即1998年7月 這四個人也在高等法院正式開審 四人被兇公謀殺罪 毫無懸念 主腦肥仔德 以及托溫卡拉OK調形女士英 挑選這宗案件的董姓菲 阿菲也是謀殺罪成 另一名有份上樓的李嘉豪 也謀殺罪名成立 三人就被判終身監禁 而剩下一個人 鄭偉成就被判誤殺罪成 被判監11年 但直到判刑那一刻 還有三個涉案人士 即是上帝 阿菁 微微仍然在逃 一年過去 兩年過去 警方依然沒有他們任何消息 他們就好像人間蒸發一樣 那麼他們三個可以去哪呢? 隨著時間的過去 一轉眼十年 香港也回歸了中國十年 案中三個涉案人士 上帝 阿菁 微微 仍然是災逃 雖然一直都是他們零星的情報 例如有情報顯示 上帝原來只是去了在河之間的深圳 也沒有隱性埋名 反而在深圳的中心地段 羅湖春風路一帶的Disco裡 做分體長的老本河 但每次香港警方收到線報 再通報深圳公安前往拘捕的時候 上帝就好像預先收到封一樣 在公安去到之前 已經逃脂夭夭了 最誇張的就是 而另一個在逃人士壓清 就有消息說 他案發之後潛逃去大陸 然後再潛逃去泰國 他入了泰國境後 就沒有他出境的紀錄 而最後一個在逃人士微微 警方也是完全沒有他的消息 但可能事件已經過了10年 警方仍然不可以把他們緝拿歸案 還17個死者一個公道 所以在2007年的時候 警方就決定將這3個在逃人士 列為香港頭號通緝犯 並以每人20萬元紅他們 但雖然如此 發出元紅一年之後 香港警方和深圳公安依然沒有他們的消息 直到2008年 深圳市公安終於收到一個神秘男子的殘問 這個男人手裡拿著3個在逃人士的通緝令 這個男人發現他認識的男人 正正其中一個香港通緝犯 上帝 但這個神秘男人就說 交出上帝資料之前 要求公安向香港警方確定 那20萬元同是否依然生效 最後在公安和香港警方確定 原同仍然是生效之時 這個神秘男人就供出了上帝現在身處何方 原來警方之前的情報就沒錯 上帝一直在深圳春風羅一間Disco裡做看場 而今次深圳公安也成功將蔡錦輝上帝拘捕 並且童年將他移交香港 直到當時事件已經過了12年 在托本卡拉OK挑起事件的兩個次作用者終於被捕了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這場遲來的審判 討起12年的上帝會承受一個Mass法律後果 而當初一齊出身入死的兩兄弟 12年不見 為何會在庭上互相定靜大家呢? 本林寶樂行卡拉OK重火案過了十多年 已漸漸被社會大眾遺忘 但頭號通緝犯上帝被捕後 這宗導致17人死亡 轟動全港的重火謀殺案 再次成為大家關注的案件 各大報紙也有真相報道 而這個消息亦都被上帝在獄中的舊兄弟 即是案中其中的同謀 肥仔德知道 但不知道肥仔德在獄中多年 意識到自己坐過了 想補償受害人家人 還是想爭取良好表現 為將來出獄鋪路 肥仔德竟然主動向懲教署提出 要求做重火案的證人 希望懲教署可以幫忙聯絡警方 可以讓他鼎靜以前的年輕人上帝 當然警方也很樂意這樣做 所以就安排肥仔德在3月12日內 錄口供和認人 但肥仔德認人大半個月後 即是3月24日 奇怪事件就發生了 肥仔德在獄中的手下 被同槍三大賊王之一的貴炳熊警告 做過純粹人情 幫忙令家人不要出聲 給他面子大圈 然後兩天之後 即是3月26日 肥仔德又被和卡拉OK還訪案 無關的肉友警告 沒有出庭作證 並與大恐嚇這樣跟他說 小心點 但肥仔德當時沒有理會他們 又再多兩天 即是3月28日 他們在放風期間 肥仔德和他手下 就突然被桂炳熊和其他肉友偶打 肥仔德要跑進去廁所 才會被最嚴重的傷害 而這宗獄中案中案 都罵上法庭 當中被牽涉偶打 肥仔德的攝案人士有6個人 全部都是惡名軟波的極度重犯 是以拆王桂炳熊為首的大圈幫 而桂炳熊的手下 就在紅磡火車站劫殺案的 李成雄和黃文韜 和武美神探在大角咀槍戰的林錦江等等 值得一提的就是 肥仔德在獄中也有自己的勢力 有新三郎案的寬場殺手陳家俊 以及劫殺大爾洞之解案的後景楊 但被打之後的肥仔德 都有堅持在2010年出庭指證昔日的兄弟 上帝 肥仔德在庭書中與眾深場解釋 出來造證的原因 是因為我真的很想被公道這案件的受害人 但當時上帝的代表律師質疑 肥仔德只是想屈上帝 但肥仔德就堅稱並反港 如果不關他事 要不躲藏十幾年 而面對兩項謀殺罪的上帝 就在庭上否認控罪 但坦誠自己在案發之後就立即逃到內地 原因就是見到事情 迫先計劃嚴重得多 覺得很害怕 雖想逃避責任 就一周料之 但潛逃期間 他沒有任何一日感到後悔和抱憾 被捕後反而覺得釋懷 而且上帝也很貼心 主動向法官提出 不想死者家人出庭 避免他們回憶 都是痛失親人的感覺 所以上帝也提出 不用他們作供 雖然上帝在庭上表現得很後悔 亦對受害人家屬很關心 但似乎陪審團沒有被他打動 最後 由三女四男組成的陪審團 退庭室的中商議之後 而五比二裁定上帝 兩號謀殺罪名成立 被判終身監禁 法官判刑時更加斥責上帝 悲劇全因他所致 角色很重要 要負重大責任 直到上帝被判刑之後 涉案七個人已經有五個被捕和定罪 但當中 仍然是兩個涉案人士 即亞青和美美 仍然是在逃 雖然當中每人二十萬元的圓銅仍然生效 但到了今天 案件已經過去二十五年 他們兩人仍然是音信存無 而他們兩人通緝令 也會明年 即2023年1月8日到期 希望各位身處泰國或內地的觀眾 可以認著想中兩個人 看看可否集合網絡的力量 將他們兩人早日緝拿歸案 也為十七個死者討回公道 探某室調查這宗案件時 不期而想起 這一兩年在香港發生的江湖搜殺案 在這一兩年 好像每假日兩個星期 就會聽到江湖人士的案件 小則斬人報仇 大則綁架殺人 希望香港可以早日由國際大都會 變回真正的國際大都會 如果你喜歡這個頻道 可以給個like我 或者有什麼案件想一起討論 歡迎留言 之後我探某X會和你調查更多的奇案 希望你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按住旁邊的小鈴鐺 當有新Case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了 我們下次見 拜拜